SGT出了名的姐妹情深 但日前有报道说 有电影公司想找Hibi和Ella一起拍戏 但Ella老公赖斯祥 因为不想太太女一戏份被瓜分 所以向电影公司提议由Ella独自出演 间接导致二人姐妹情生变 虽然事由Ella已经澄清绝无此事 但这日Hibi出席活动 少不免会被追问 而她就斩钉字铁地说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 SGT超过二十年的姐妹情 有没有可能大家知道 SGT已经好姐妹情感友谊超过二十年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路走来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友谊 只会让我们的友谊更坚定 所以不可能会有任何事情 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好像有人在说 你要跟Ella一起主演一个电影 有这个规划吗 目前好像暂时没有要突破这方面的框架 好像还是以歌唱为主吧 所以眼线是真的都不考虑吗 不知道 现在就是长大了 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好了 Hibi近年放慢工作脚步 除了工作更加注重享受生活 日前她就去了法国旅行 还大胆克服自己的恐惧 我之前是比较活在舒适圈 也比较怕就是聚高 所以我都不敢搭任何那种有危险性 或是比较高的东西 所以第一次尝试搭了那个热气球 就觉得坐上去之后 你克服了那个高度 你看到的风景更多更美 不管在生活上旅行上 或者是工作上 每一次的作品都会符合当时的心境 那我觉得现在的心境也是希望可以跨出内部 然后突破一些框架 今年打算要做什么挑战吗 有什么新的那个想法 还在思考当中 你有怕什么 我还有怕什么 我怕猫跟老鼠 那你觉得有办法挑战成什么 作品应该不太需要跟老鼠还有 除非我去当那种捕鼠大队 可能我转行当捕鼠大队 就是一种打破框架 很快就到农历新年 Hibi说每年过年都会尽量留多些时间陪家人 不过仍然小孤独处的Hibi 担不担心被长辈吹哭呢 我已经不怕亲戚问问题了 有亲戚已经是小事 代表他们很健康长命百岁 对 亲戚尽管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 可以被亲戚问到问题是我的福气 如果真的问什么结婚 男朋友会赚很多钱这种问题 你通常 来尽管问 笑而不答 就像有时候对你们一样 笑 笑 没有啦 没有 就是我觉得那都是长辈的一份关心 然后其实近几年 他们也就渐渐地放弃了 也没有在问我这方面的事 其实他们也一样啦 看到我健康 然后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他们就很开心了 所以我们都会想着用 我看见了